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我们说语言和非语言沟通的障碍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社会交往的障碍 与人的接触 包括我们的社会心的目光对视 社会心的分享 还有包括我们共同的关注力都比较差 另外呢就是刻板的行为 刚才也提到对于刻板行为的阐述 重复的漫无目的的进行一些事情 那么我们都叫做一些刻板的行为 那么存在以上的这样的一些特质的时候 我们要怀疑有没有孤独症 有没有孤独症的一些风险 发病的风险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对于孤独症逐渐的认识和了解 发现了孤独症这三大特征 也是非常非常广泛和普遍的 所以我们家长首先要关注 好 我们